我们接下来就要继续来观看一下 就是说我们取得进来的资料 像以前基本上 你一定很习惯 就是用以色奥打开这个档案 来去观看内容 以色奥打开这个档案 一定十之八九都会看到是乱 那为什么会是有这样子的情形 我想特别先跟你们讲一下 首先不应该用以色奥打开 因为你是要 你刚从网路上下载下来的这个档案 它的编码模式是UTF-18 这是固定的 那之所以你会看到说 没有啊 刚刚你是不是看到什么BitFive 什么繁体中文 但是我透过一些文字工具 已经做过编码模式的转换了 所以基本上没有这个问题 那事实上 如果你今天你用Excel打开这个档案 你一定会遭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乱码 主要就是因为说你刚刚的资料是不是从网路上下载下来 还有假设你今天你是来自于一个网址 这都是在在说明你原始资料是来自于网路 好 网路的编码与本极端的编码不一样 你只要知道这件事就好了 本极端我们是要BitFive大五码 就像例如说 假设你今天你有机会拿到那个 就是全球的资料 因为真的有一个人他就问我说 老师法国的编码模式 法文的编码模式是什么 我就说我不知道 但是你去查一下里面都有 你要找那个法文就是了 好 那我们现在的这个资料呢 接下来会遭遇到 例如说进口资料已经下载下来 针对这个套别的画面 首先这边是功能区 然后这很大的这一块叫绘图区 然后这是工具 就是你要去画那个视觉画 会使用到的视觉画 我们几乎每一种都会教 除了R跟Python R跟Python就是要学程式设计 我想去年应该一二班都没有开成 那这个断带图 我觉得好棒 还有像那个甘特图 瀑布图 对不起瀑布图 还有像那个关键影响因子 跑去哪里了 可是你刚爬过去的 在那个子克林行的上面 这个 这个 这个我一定要花一点时间 让你们去懂 他到底为什么他厉害的地方 还有 那个 我经常 我经常 因为 因为 我们很在意就是说 那个数量的减少 没错 数量 觉得说 那个 新增确诊人数的增加 这是人数 对不对 可是我们通常会去看的是 在这段期间 例如说 死亡的比例高不高 这样可以了解吗 所以人数跟比例 其实比较起来 会 我觉得会产生一些不太公平的情绪 好 反正就是 这等一下我们在讲进口的时候 我觉得要让你们去了解 而且我们都不再看金额的改变了 好 我们看是比例的改变 比例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观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 这些很多图 我觉得还不能满足你 所以他多了一个叫点点点 点点点就是你可以去取得更多 在网路上已经有了一千多种不同的图 那如果你会R 哇 那就几千万种不同的图都放在网路上了 这样可以了解 可是基本上你用这些图已经很够用了 好了